我們現在要上的內容就叫做可逆反應跟化學平衡 第一個是要介紹什麼叫做可逆反應 可逆反應就是A會變成B,B也會變成A 這種反應我們就稱之為可逆反應 A會變成B,B會變成A 叫做可逆反應,有科普,有物理變化,有化學變化 我們的內容主要放在化學變化 可是我的舉例會舉出一些都是物理變化的例子 好,我們的習慣上可逆反應用雙箭頭表示 有一個向左的箭頭,有一個向右的箭頭 我們的習慣上寫法叫做向右的箭頭我們稱之為正反應 向左的箭頭我們稱之為逆反應 像我這裡寫的碳酸鈣加水跟二氧化碳變成碳酸氫幹 所以這裡的正反應就是 碳酸鈣加水加二氧化碳產生碳酸氫幹 這就稱之為所謂的正反應 倒過來碳酸氫幹分解成碳酸氫幹水跟二氧化碳 就稱之為所謂的逆反應 就是我們的習慣 向右的我們稱為正反應 向左的我們稱之為逆反應 正反應就是正義反應的表示法,一個雙箭頭 好,就是可逆反應的意思 A可以變成B,B可以變成A 重點是這句,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就是正逆反應的速率相同 正逆反應的速率相同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這樣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達到平衡要有條件 通常要定溫 要密閉 定溫是因為溫度會影響反應的快慢 溫度一定反應才會一樣,不會改變 密閉,講過了,跟我們前面講過的一樣 所謂的密閉指的是東西不會進出 不一定要封口 不一定要把它封起來 但是東西不會進出,保持在裡面 這樣叫做所謂的密閉 所以如果一個可逆反應可以達到平衡 它必須是在一個定溫跟密閉的條件之下 它才會是平衡的 叫做化學平衡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達到化學平衡的時候 因為東西都還在,分子都存在 分子存在就會碰撞 有碰撞就會機會發生化學變化 所以正地反應都在持續進行中 但是濃度跟質量沒有發生改變 這種我們稱之為所謂的動態的平衡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動態的平衡 我們說這邊有一個是正反應的東西 有一個是逆反應的東西 然後呢正反應呢 一秒鐘有一百個正反應發生過來 一秒鐘有一百個正反應發生回去 所以過去跟回來都一樣多 叫做正地反應速率相同 要達到化學平衡 一,反應仍然在持續進行中 但是過去跟回來都一樣 所以量會不會改變?不會 所以呢質量沒有變 質量沒有改變 濃度也不會改變 還有一件事情 國中沒有教 就是 當我們達到平衡的時候 我的東西之間是有一個關係的 但是國中沒有教這個關係 課本唯一有提到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新離子濃度成 氫氧跟離子濃度等於10的負 10是這張大M 那個就是一個化學平衡的關係 但是我們國中沒有這樣教 就只夠這樣被當你背而已 但是有一點要請你注意 它有一個關係 可是這個關係不是 不是質量關係 不是個數關係 我跟你寫2A加B變成C加3出 我說我現在已經達到平衡了 我告訴你 所以我們的A比C的墨數比就是2比1 錯 不是 沒有這個關係 不是這樣子 我加上分子量 說應該質量幾比幾 錯 也不是這個關係 所以 要請你注意的事情是 我方程式寫給你 2A加B變成C加3出 然後還倒過來可逆反應 然後我說我達到平衡了 所以我說A跟C的比就是2比1 實量比就幾比幾 這一些說法通通都是錯的 通通都是錯的 沒有這個關係 沒有這個關係 那到底什麼關係 我們國中不教 我們國中不教 到底什麼關係 我們國中是不教的 我們不理他 所以叫做達到 合力反應達到平衡是一個動態的平衡 反應正然在持續的進行中 但是呢量不會發生改變 比如說這個叫做蒸發 蒸發跑掉 我跟你講這個杯子有蓋蓋子的跟沒蓋蓋子 沒蓋蓋子的水就會怎麼樣 一直的蒸發 可是有蓋蓋子的呢 因為不會跑掉 所以達到一個時間它就會平衡 減少要就平衡 就不會再繼續減少了 溶解跟沉澱也是可力反應 糖丟到水裡去之後 有發生兩個作用 一個叫做溶解 一個叫沉澱 沒有飽和之前溶解比較快 沉澱比較慢 加加加加開始就溶解 就越來越慢 沉澱就越來越快 最後兩個就一樣 要平衡 所以就底下有一個未溶解的糖嘛 飽和未溶解的糖 不會再繼續溶解 這個杯子需不需要蓋起來 不用 它就會達到平衡了 它會達到平衡了 所以我講過說 我們的可逆反應達到平衡要怎麼樣 定溫密閉 密閉指的是東西不會怎麼樣 跑進跑出 所以如果是蒸發跟凝結的 我就說必須要怎麼樣 蓋蓋子 因為如果不蓋蓋子 它就會一直蒸發 一直蒸發 跑掉 所以如果是蒸發跟凝結平衡 我就必須要蓋蓋子 我就要蓋蓋子 如果不蓋蓋子 就不會平衡 就一直蒸發掉 可是如果是溶解跟沉澱 需不需要蓋蓋子呢 不用 你蓋蓋子它也會平衡 不蓋蓋子它也會平衡 但重點是我前面跟你講過的話 如果一個可逆反應要平衡 必須要怎麼樣 定溫密閉 什麼叫密閉 東西不會跑掉 會留在裡面 又是平衡的意思 OK嗎 OK